高中通識教育科改革 負責贊寫新大綱的委員會說 新課程某程度就是國民教育 教育局局長楊潤雄再解釋 國民教育是其中一個元素 而局方星期四發布的國家安全教育框架 說如果有人組織、拉人鏈、八課等 緊急情況之下 校方要立即報警 劉偉澤報導 他某程度就是國民教育 不是那麼簡單 就說你好像有些三分之二題 國家的事就好像是一個國民教育 最快九月上馬的通識科改革 贊寫大綱的委員會主席 和教育局講法不同 隔了一天 楊潤雄再解釋 不是親耳聽到劉主席怎麼說 現在的新科目裏 有一些是和國家有關的東西 這些會是國民教育的一些元素 不過不單止新通識科要教國家安全 將來中、小、幼、都要 教育局在星期四公布國家安全 教育框架 要在2022到2023的學年全面落實 包括要確保校園範圍內的迫布板 書本、圖書館藏書 沒有涉及危害國家安全的內容 違規物品都不准帶回學校 五大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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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附近有人叫口號 擺街站等等的活動 學校都要勸阻師生參加 遇到緊急的情況要立即報警 校方都要發聲明 厘清責任 時代革命不能喊 局長是嗎 是 變革香港能喊嗎 我想要看整個contact 即是看回它的內容 是甚麼程度上去喊 它最後背後的理念是甚麼 指引說 校方要確保老師接受國家安全教育培訓 不可以發表煽動性的言論 直接、間接或默許學生參加校外政治活動 都不可以接受 另外老師要在課堂上明確指出 維護國家安全是國民的責任 有關憲法、基本法的教材 都要傳檔至少兩個學年 校方要成立國家安全教育小組 定期向教育局匯報 港區國安法的立法背景 內容和意義等等都要立入課程 學生要學的條文這麼多 那局長又認識多少呢 那局長你自己能否說到 這個括弧國家罪 或者那些國家罪的分別是多少 我不知道你問這個問題是做甚麼 因為我不是一個法律專家 我也不是負責執行這條法律的官員 所以我不會回答你 你都回答不了 有線電視機者劉偉雜報道 我想問 你說 說 你 爹